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是中国电影百年纪念事 中国电影诞生了一百年了 所以有这么一个纪念意义在里头 这样在我们的洛杉矶就在16号开始举办中国的电影节 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影片里头 因为我自己的这两部作品都是涉及到抗日战争的 所以也就参加这个电影节的两部作品 你的两部作品是什么 《黄河绝恋》和《紫日》 《黄河绝恋》和《紫日》这两部电影 OK 那么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对《黄河绝恋》以前都知道一点 那么这一次呢 还可能是应该作为开幕式影片 开幕式影片 对 那么但是大家对《紫日》的了解就少一点 其实《紫日》呢是2000年拍摄的 2001年呢就在这个美国的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获得了大奖 那么这一次呢 我想把它也带给我们的洛杉矶和带给我们的美国观众 一般的印象中呢 我们认为战争都是残酷的 都跟血腥画到句号的 画上等号的 那么就说是什么原因 您好促使您好不遗余力的或者是执着的对战争题材这么感兴趣 国内的很多朋友也有这个同样的这种好奇和问 那么实际上我想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我们的全世界的电影人 其实都在关注着战争与和平 就说我们的美国电影 美国电影中呢 其中有30%左右吧 是涉及到战争与战争背景和战争历史故事 那么我们中国的最近十几年偏少 非常少 涉及到战争的历史的和战争与和平的思考的电影 大约也就是最近十几年 可能也就是我这几部 还有一两个导演还拍过 这个实际上是不成比例的 是作为比如说二战而言 二战最大的受害国是我们中国 在二战中我们死了三千五百万人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下 我们中国人应该跟世界的包括我们美国的电影人一样去思考着人类的这个和平问题 所以呢这是一个动机了 是我一直在拍 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抗日战争 我们中国的一些 大家都在有这个观点 就是日本一直有一些少部分日本人 日本的右翼的分子 他们一直在抹杀这个侵略战争这个事情 这点上实际上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不 没有人性的一种事情 对历史的这种抹杀 所以呢我们总需要有一种声音来表达我们艺术家的一种感觉 所以作为一个导演呢 你就是很有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就是义不容辞的就是站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 扛起这个摄影机 或者是什么把你的这个主要的focus 专注点focus在这个战争上 但是这并不是你的主要 我知道就是说你后来拍了很多其他影片 像是嘎达梅林呀 举起手来 像是这个嘎达梅林 就是这部影片呢 就是您的夫人刘薇做的是女主角 对不对 是这部音系结缘吗 刘薇讲讲 您其实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在他曾经拍《红河谷》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了 所以是 你在《红河谷》里边有扮演吗 我没有 但是是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的 然后我去选演员 我去选演员一眼就看上他了 我各方面都看上他了 当然那个影片我也看上他 但是问题是 我作为导演不是说就能够决定演员的 还有投资方的意见 对啊 这个场 那时候就领导是吧 领导的意见 领导说得算 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就对他就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我觉得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合作 结果没想到这个事情 然后就六年吧 六年 六年之间鸟无音信 鸟无音信 那刘薇期间六年也在拍摄很多东西 对 就拍了很多 你又拍了什么呢 六年我拍的是就是电视剧偏多一些 嗯 不知道就是咱们这儿能不能收到 或者就是一些都市题材的 都市题材的 或者跟我自己生活比较 那你觉得你最满意的是什么样子的 哪一部电视剧比较满意呢 在过去里边 太多了 我觉得不一样 几乎每一个就是形象都不一样 然后 我觉得就各有各的长处吧 嗯 他的片子啊 从小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 就拍了张良导演的白粉妹 那个电影 那是很早 女主角 女主角那时候 很小就出道了 很小很小 那时候你还在北京电视台呢 甚至还没到北京电视台 还在上大学呢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又后来拍摄的电视剧 就是被国内观众非常熟悉的 一个是《欲望》 《欲望》里头 是吧 他这个女主角 后来呢 还拍过一个 也是个相约青春这个电视剧 也是被很多国内的年轻孩子 都是大部分都是 我觉得是的 陆毅啊 陆毅啊 什么是合作的 是 我觉得刘威特别的不善于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拍过的作品说出来 因为很多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特别的那个很谦虚的一个 一个 我觉得这种感觉 那我们知道这个冯导演 以前我在北京电视台的时候 柯传国他那个电视剧叫 《我是一个兵》 冯小艺 就是陈小艺主演的 天哪 我就忘了 我还记着 我还记着 是吗 我都不知道 有这部戏 有那么一个电视剧 可是呢 我就觉得你现场看你吧 特别拼命三郎 就特别的就是说的是 很是那个怎么样 就说 自己也很要强 自己也很严厉的 那比如说你们俩在合作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对待你 有没有因为是 因为是自己的夫人太太的缘故 会特别的客气啊 肯定的 没有 照样的 就是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拍《嘎子梅林》的时候 该让我去 自己在那个堆里面去练马去 就是一个礼拜之内 你必须就给我 就是飞跑起来 不能走的 就是还是该怎么样怎么样 一点苦都没少吃 对 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 就是你那部戏的一个女主演 就是不出气 我看冯大影真急了 怎么样的去 就是说诱导她 她也不出气 她真的拍桌子 现在个性有没有改一些呀 好像没有 在工作中 工作中是一个冯小宁 在现在生活中 又是一个冯小宁 都是两边拍 因为你也接触过她现场 你肯定也知道 她生活中 因为我客串 她对我相对很客气 李鸿你就是这样就 对你是肯定比较有灵性的 谢谢 她后来在我的片子中 一个是嘎大妹林拍摄 那么拍摄嘎大妹林是女主角 而且这个片子在国内影响很大 获了奖 还参加过美国丹佛的国际电影节 那么后来又拍摄了 举起手来这部电影 也是女主角 也是一个喜剧片 现在在国内 前几天国内中央电视台 放映举起手来 这个新闻是最新的 他们上飞机的时候才告诉我 收视率达到了 一亿一千六百万观众 这一部电影 这收视率很高 相当高 她是女主角 然后在那之后 就是前年的时候 去年了 我们又一起拍摄了一个电影 叫信天勇 是写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的 很感人 很多人看完了 全热泪盈眶 是 那么看到在国内 像陈凯歌 有陈宏搭档 那现在出现另外一搭档 是冯晓宁 刘薇搭档 你们就是说 以这种夫妻党来合作影片 是不是有很多的 我首先否认 他也先否认 我们绝对没有说 我们走到一起的合作 就是好像就是业务上 只有我们两个 成为一个合作方 这么样 成为夫妻店那样 我们的感情生活 我们的家庭生活 是我们走到一起的 但是在事业上和业务上头 我们是很灵活的 就是说需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 如果需要我们在一起 合作一个影片的时候 角色合适 我们就走到一起 如果觉得 他有更合适的 别的影片要上 那么他自然有他的选择 那么我们的影片中 如果没有合适的角色 那也不勉强他 是 那您这部影片 是嘎达梅林 是一共是这次来好莱坞 参加中国电影节 是你们的男女主角都来了 因为是刘薇嘛 另外一位是 鄂永林 是一位蒙古族的汉子 是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请这个鄂永林 来上到演播室现场 那么就要请刘薇 就要在演播室 等我们一下了 谢谢你 希望你在演艺事业上 越做越好 谢谢 欢迎继续回到 他乡话题的访谈现场 我是李红 现场为您访问到 是中国的著名导演冯晓宁 还有一位是我们 他的电影 嘎达梅林的男主角 鄂永林 欢迎你们 在逢岛演来美国 参加这个 好莱坞中国电影节之前 我们就打长途 在联络 说是不是可以来 上我们的节目 他就说了 我还会带到一个男主角 他是蒙古族的 我说是谁 他说你看 你没有 你不知道 你对中国的电影 太脱节了 他说这个是很不错的 一个演员 他这样说您 对 您跟他合作多久了呢 哎呦 三四年了 什么 三四年了 我们知道是 冯导演以这个对艺术 精益求精为著称 他特别严厉在片场 对你有没有发火 怎么说呢 说真话讲话 说实话 冯导演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导演 所以在现场有的时候 是挺可怕的 挺可怕的 就是说是面目正宁吗 还是怎么样 会到什么份上 不是他只要一说排戏 吓的时候特哥们 怎么呢 老拨抱腰都可以 一说排戏 现场帽子还戴 特别严肃 所以开始 都不笑的 笑容 笑容 他主要说到这点 在现场的 你比如说排戈特梅林 排戈特梅林呢 因为他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大片的经验 不是非常多的 那么我要给他倒他的戏 有几次是发了大火了 但是我有一个计划 也就是说在这个影片开始拍摄 到后来 后阶段 总共比如说四个月的时间 那么前两个月到四两三个月的时候 包括准备的时候 我一定要一定给他很大的压力 甚至让他到现场手足无措 心跳加快就不用说了吧 这有时候有点折磨人 这个是手都手发抖是经常的事 然后呢 但是把他压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他的适应度和他的那种情绪 激情戏和分寸掌握都已经到位的时候 就爆发出来了 到最后的主戏拍摄的时候 就都到位置了 故意的 故意的折磨 一开始不太清楚 他不来我就是一开始 我后来我就看了我自己 就是在片场上 就是那个拍完戏 最后看了眼神 我说眼神当时我是跟他很仇恨 眼神看着他 剪出来以后 一接到是王爷的 王爷身上去了 那个感觉挺好 乔巴仁演员 其实导演是有计划 有步骤的 他说要把你压榨到最后的极限 你已经都仇恨的了 他在这 你说我觉得一个导演 有一个导演风格 他是非常有招的 像我们剧组 叫李明呢 他在一般紧张的时候 就是他排 他那个角色是个 就感觉有点 有点胆怯的那个角色 所以冯导 经常是在排关键戏的时候 先搂他一顿 然后他出来的效果感觉特别好 真的 而且是很严厉 你说在尤其是这种战争片的时候 要想各方面都得要注意安全 如果你不小心 真的 如果只要有一个部门不倒位 就会出现 容易出现危险 所以我想这是他严厉的一个原因吧 那么知道这个蒙古族呢 是个马背上的民族 那作为蒙古族的演员 那您是专业院校毕业的呢 还是就是从拍戏这样拍 走上了这个专业的道路的 我应该说是专业的 因为我是在 我当时是应该进修中央戏学院 进修班的 然后也是在地方也是有一个 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艺术院校 也学的是影视表演 那您的头发是 平时是这样留的吗 还是为了下一部戏 而刻意这样子的呢 那不是 是因为 一个戏留了这么长之后 剩下好多戏都按这种行来找我 我也没办法 只能是这样留下去了 跟民族蒙古族有关系没有 也有点关系 有点关系 嘎丹梅林时候造型了 就给他造型成这样的长方 然后呢 到了后来呢 就是因为他几乎就是 嘎丹梅林在全国影响很大 在业内影响很大 他还因此获得了 少世民族题材郡马奖 最佳男主角 还获过电影表演学会的 最佳新人奖 是吧 电影表演学会叫金凤凰奖 凤凰了 然后呢 把他这个 所以再有很多影片 再跟他找他的时候 就觉得他这个造型很好 就保持下来了 可能这就要成为他的一个 招牌了 一个招牌了 一个形象 一个形象 这就是永龄的形象 向往后注意啊 做广告还要 赶快把头发做一个什么品牌 做一个注册 用不了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可能我估计将来会有找我的 可能是吧 大家其实要知道 他这个 阿永林 这是他的汉族名字 他还有蒙族名字 蒙族名字叫什么 比较好记了 我一说你就能记得住 我叫阿布斯 阿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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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过来就是草的意思 这是我们民族的语言 对 OK 那个 那个 弗朗雅 你觉得就是在这个片场 这个欧永林的表现 让您达到了满意了吗 或者说的是 您每次我们都看 就是影视艺术 都是遗憾的艺术 也就是说这 嘎嘎没林这部影片了 说的是 您觉得如果回过头来看的话 是不是完全实现了 您就是说的 当时想要达到的那种 刚才你已经说过了 影视是遗憾的艺术 而且中国不会 或者是任何一个导演 都不会满足于自己的作品 所以我们不可能满足 只能说是 你说达到了吧 最开始想的比这要好得多 包括这里不是演员的问题 就是我们自己的整体的拍摄 所以呢 一个影片 我们只能是勉强满意 那么这个影片中 作为阿永林 她的表演 我认为是满意了 也是勉强满意 她经常是 我们能感觉到 她经常不满意的时候 经常摔东西 还摔东西呀 你手里的插杯什么的 就哐摔 还是这样的 愤怒青年的感觉 但是那个插杯 经常摔好几次 那个插杯也不太坏的 可是你摔的话 控制力极强 管用吗 就说的 比如说你对这个 你拍的东西 或者演员不出彩 或者是整个调度有问题的话 没有达到你的想要的东西 你摔个杯子管用吗 非常好 效果非常好 马上他们就都认真了 马上他们就都到位置了 所以在现场 多准备几个杯子 这真的是你的风格吗 这是一种领导技巧 导演技巧 你记住了 就是咱们中国的 很多工作人员和演员 有时候在 大家都是临时凑起来的 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他不可能非常自觉地 去把自己的工作 做得非常严谨 在这一点上 我们是一个通病 这种时候需要有人去管理 我想不光是电影 其他行业也是这样 是吧 你要把一个企业 管理得非常的有效率 而且非常的 就是比如说安全 各方面都到位置 那你需要严格 这种严格是可以 在平常的时候 我们也都是非常 和和气气讲的 但是就在那几秒钟之内 要全体人员 都紧张起来的时候 你需要一种手段 你如果那时候 在几秒钟之内 要大家都紧张到一个状态 就在这个镜头 摇过的时候 都到位了 那么这个时候 有时候 我不是经常的 有时候 你和人一说 大家都准备好了 我们要准备了 这时候很多人还在聊天 稍不注意就是生命危险 我们的拍摄现场 大家可以从 像来一些片画中看到 尤其是大场面 生命危险 炸点 对 刀枪 是吧 马 马群 翻下来就是死亡 作为一个领导者 作为一个导演 把握着全局 同时我又是制片人 同时我又是摄影 我要首先为这帮人的 生命负责任 所以我这么多年 扔掉的是 外界对我的什么 这种评价的这种什么 哎呀 这个人的脾气 这些毫无意义 我要的是质量 要效益 要我们朋友们的生命 所以为这点 我选择这种方法 是一种常年的实践 摸索出来的方法 有的时候在现场 该发火的时候就要震一下 对 有的时候在现场是真正假假 你比如说在战场上的 我们看到 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军队 真正的拼到最关键的时候 还能和颜夜色的去战斗吗 对 那可言就是像一个指挥官 一个总司令一样 一声令下 大家就得各就各位 就得听从我的指挥 否则话就乱掉了 特别战争题材 非常难拍摄 那这次我们来就是参加 这个好莱坞举办的中国电影节 是9月16号开始开幕 您的影片黄河决恋 是作为首映式的影片 对不对 是的 现在呢就是说 这个开幕的事的具体情况 因为我们今天的凌晨刚刚到达 我们还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应该是在16号 有一个开幕式 从那天以后 就在我们的一些影院 就开始上映了 而且据我所知 好像是在比佛林山庄的 一个什么地方 做这个开幕式 明天 9月16号 是 那观众朋友喜爱 这个冯晓琳导演作品的观众朋友 可以去网上呀 会看看这个华人的报刊 媒体呢 应该找得到资讯 我要插一句 不过不是我一个人的电影 我们还有很多提侦的作品 有巩俐的作品 巩俐的 有这个曾志伟先生的作品 还有这个 包括像《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这部电影也有 还有 还有我们中国的 现在题材的一些作品 还有 就是 集合了两岸三地 所有电影 种类繁多 种类非常的多 那您是作为这个战争题材的代表作品的 没有去代表 没有这么分类 没有分类 我是这个电影节中的一个分子 也就是说 这里头有我三部电影 好 我都没有看过 到时候我想 很多观众如果没有看到的话 我们都要拭目有待 到这个现场去捧场 去观看 好的 谢谢你们今天来到他乡话题 谢谢你 谢谢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他乡话题 感谢大家收看 祝您晚安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他乡话题 我是李红 我从事媒体工作呢 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那我觉得做这份工作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可能采访到你曾经采访过的人 那像冯晓宁导演呢 就是我在95年在北京电视台的时候 刚刚做媒体工作的时候采访过他 而2000年的时候呢 他来北美地区我也采访过到他 如今是2005年 他带着夫人刘薇来这个好莱坞参加中国电影节 我有幸再一次采访到你们非常高兴 很有意思啊 五年一次 对啊 差不多 这么说2010年我们还要采访 希望如此 那么真的好高兴 然后呢 现在是带着夫人 而且是您这个影片的 也是你们的工作搭档了 你们俩是英系结缘走在一起的 就是 因缘结系 因缘结系啊 对 不是因缘结缘啊 我们首先是认识 我们认识以后 我们才就是相爱走到一起结婚 然后我们拍戏在一起呢 是因为我们反正有合适的决策 我们就在一起 就是最关键的 是 那么提到这个冯晓宁导演的话呢 我们不免要想到他拍拓的很多的战争题材 像是红河谷呀 黄河绝恋呀 还有紫日 以及比较就是什么北洋水师是最早的电视剧了 电视剧 也都是活过奖的 活过这个中国飞天的飞天奖的电视剧奖 还有都什么金牛奖呀 还有世界什么夏威夷电影节的奖 很多的奖 我都数不过来 就是说您对大家就称您为是战争题材的导演 你对这种称呼排斥不排斥 绝对不准确的 不准确 我是一个电影导演 也是个影视导演 你比如说我现在正在拍的朱元璋 是电视剧 对吧 我是一个认真的导演 而且我是一个 可以这么说吧 我国内观众给我的评价 比较准 就是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导演 而且呢 是我的电影的比较感人 感动人 其实我觉得不必要去追求 它是什么分类 什么导演 只要这个导演 他拍的电影感动你了 无论是现代的故事 还是古代的故事 是战争的故事 还是生活的和平故事 只要感动你的 说明他是一个成熟的导演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是 而且您拍过那个大气层的消失 这是很早的一部影片 描写有跟这个环境有关的 对 环境有关的 这个体验不应该 一部工作者对社会的责任 这个责任一直我延续下来 包括我们后来 跟他一块合拍的 嘎达梅林 嘎达梅林是一个 民族英雄的史诗电影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 环境保护的主题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北部的草原 在近百年中间 为什么退化变成沙漠 这个故事 甚至它有它的历史原因 所以看嘎达梅林 不光是一个电影的欣赏 不光是看一个英雄 不光是被你感动你 更重要的是 很多国内和国际上的观众 看完了以后 都觉得一种震撼和一种警醒 就是它里头表现出来的 我们对我们的人类 对生态环境 应该从各个方面的保护 那嘎达梅林 好 再打到你 为什么 因为为此我还获得了 中国的环境大使的称号 我本来要说这个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对你的评价 然后一个是 像我听到过 看到过一个这样报道 说美国电影协会的主席 这个杰克瓦伦蒂先生就说 冯晓宁 你是一个很正派的导演 是在好好的在做艺术的 还有他说的 你被选为很多的什么 当过什么政协委员吧 是 全国政协委员 还有什么这种环境大使 就您对这种 给您的外在这种荣誉 就是说 您是怎么看待他的呢 是很在乎 会去说的 把它好好的说的 保护得特别好 就是说 把它当成最前进的一个动力呢 还是一个包袱 或者whatever 是什么东西 你都说完了 让我还能再说 对呀 就考验你 因为你们说 李红只要你开口说什么 我就能接什么 您看看怎么样 这个所有的这些奖项 电影奖项 电视剧奖项 这些呢 我认为是我们业内的 业内人和观众 对我们的一种认可 这种认可 实际上就包含着一种鼓励 就是说 哎呀 我这个电影拍的不错 我们喜欢 希望你继续再拍 更好的电影 所以它就是一种编锁 我们绝对不会把这种奖项 作为自己的一种荣誉 和光荣 我觉得光荣永远是一种 我们文化整体上的事情 你比如我们中国电影 中国文化 是一种很棒的东西 是吧 我们在国内 我们去 让我们的观众很喜欢 让我们在国际上呢 也让所有的外国朋友们 都觉得 中国的电影 中国的文化很棒 这个光荣 所以我们自己个人来说 我是一个工作者 大家你刚才说过 我在工作现场非常的 偏僻也好 非常的严厉也好 非常的凶 凶恶也好 都是为了这种 把这些事情做好 那么 这些荣誉 包括一些社会上的荣誉 你比如说 社会上把我们 作为环境大使的称号 把我们作为 优秀的艺术家的称号 包括老百姓 最喜欢的一些 名誉上 声誉上的东西 很多 有些地区的老百姓 把我们就是 大众 就把我们 作为他们这个城市的公民 把这个称号给过我 那么我也觉得 这些东西都是一种 哎呀 反而使我觉得内疚和感动 那像环境大使 这个称号 那么我就造成我们以后 平常生活中 更加的注意保护环境 包括我要监督 我们的整个社会 甚至 是吧 我想走到全世界的各个地方 如果有对环境破坏的地方 我都有责任站出来 要说 这是一个用自己的 这种身体力行 就带动整个社会 去进行那种 善得 善得的那种工作 是 那么我们知道 那个冯老林导演 他是毕业于 北京电影学院的美术系 那么从这个美术系 然后一下子干到的 都是导演的工作 当时你是有所设计的呢 还是就走上来 就慢慢干起来 导演的工作 没有 其实你看我们 这个所谓第五代的 这一大批导演 其实无论是张艺谋也好 还是什么何群 还有很多导演 包括我 其实都是 不是导演系毕业的 但是原因 为什么我们改成 做了做导演的 是因为我们本来 就没有一个很严谨的 非要你做什么 是吧 中国到了这个 前20年时候 就已经开始 就是你大家 人尽其才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这么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 就造成我们呢 开始把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电影和对生活的一种感受 我们想把它表现出来 这个时候 我们就去 开始自己写剧本 你看我是自己写剧本 像其他呢 开始寻找一些合作的剧本 然后就开始去自己做导演 是 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只要你艺术门类 没有什么特别严谨的事情 你像咱们当时 去世的陈一飞先生 他就是一个大画家 对吧 那么他艺术相通 他就开始做这些事情 就像我们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国内的另外一个 叫冯小刚的导演 那么他原来也不是学导演的 他并没有上过专业的学 他本身也是在美工 一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 只要在电影这个行业内 大家发现自己 有这个长处 可以得以发挥的时候 有机会的时候 或者创造机会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想法 表现出来 那么刘薇他以前是一个后世 也并不是一个 是个白衣天使 并不是一个演员 那么他本身 有一个机会了 偶然了 最后他开始演片子 越演越好 刘薇讲讲吧 我就是走上这一行 完全是懵得懵懂的 完全是没有经过什么设计 或者是规划 自己从小的理想 想做演员 从来没有过 到现在他都不想 做一个大部分 我不想 我看到他很低调 也很腼腆的这种个性 因为在好像影视圈 看到很多女孩子 都是很外向型的 那你觉得跟他们在一起 会不会有点格格不入 或者怎么样协调呢 我相信是 有 会有 因为我以前吧 就是我本来 我从小的性格 就是比较内向的书役 然后我以前 我一直都是想 穿上白道挂 这是我的理想 正当医生 对 一直都想 后来 我就真正的 就是上了护校以后 就是成为一名护士 就是很稀里糊涂的 然后我试给我 我妈妈 我妈妈就是看到 就是在招生 我妈妈就偷偷给我报了名 我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如果再远一点的话 我估计我跟这一行 就失之交臂了 就在我们家隔壁 然后就说 你去看看吧 去玩 我觉得 哎呀 演员对我这一行 特别特别神秘 特别遥远 我们现在考演员 是怎么样的 从来不知道 然后就趴在窗户那看 然后就叫到我的名字 然后我跟妈妈在说 我说 哎呀 我说居然有人 跟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那我妈妈说 我给你报名了 我说 哎呀 我怎么都不上去啊 然后在外面就是 就是 就是那洞结挺大的 然后里面的老师听到了 然后跑出来了 就说 怎么着 然后我就说 我说 我什么都不一学过 我说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我说 你别让我上去 丢人现眼了 就是一张白纸 走进了这个考场 对对对 谢静定 恒同影视学校 恒同影视学校 对对对 我知道对 有赵薇呀 他们这个班 到重庆 有一个招生点 极偶然的 就像刚才他说的 是他妈妈 把他给推到那个地方 偶然的 人老师一看 结果造成那一届 在那只招了他一个 对对 张诗重庆就 我认为 当时考的人都很多 而且我觉得 他们都很专业 都能考上 我认为 那你觉得 你的条件 你的取胜的条件 在老师眼里边 应该是什么呢 生出的条件 我觉得比较 比较真吧 老师说 因为我没有学过表演 所以我不懂 然后我上来 就是很真 老师当时 因为我太不懂了 老师就说 那你找一样东西吧 当时有很多学生 然后有很多学生 因为学过表演的 可能他们 就在做那种 寻找状 然后我就是真正的 在那找 就是很着急的 在那找 我说这个学生 倒挺好玩的 挺真的 比较真 这种反倒是 没有很多 框框的 吸引了老师 我觉得这个老师 很有眼光 我们现场 为您采访到的是 中国的著名导演 冯晓宁和她夫人刘薇 我们先休息 稍后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他乡话题的访谈现场 现场为您请到的 两位来宾 一位是中国著名的导演 冯晓宁和她夫人刘薇 那么在上个单位 我们谈了很多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特别好奇 就说您现在还是那样 要做编剧 导演 摄影师吗 身兼数职吗 对 这个东西是一直延续下去了 因为这个事情 本来我真是 这个倔脾气 你要大家原来 不说这件事 就算了 当年15年前 我拍北洋水师的时候 那时候我身兼七职 编剧 导演 摄影 美术 剪接 制片 还有那个作词 歌词 这个东西我该上名 那么在大陆 当时是比较怪异 其实我相信 在西方可能是很正常的 是吧 这是属于知识产权 对吧 那么到了后来这些年 就是因为大家老在这好奇 你为什么这样 你为什么这样 别人都是这样 我说就据我所知 连斯贝尔伯格也是 也是身兼好聚职的 大家好奇说你能干得过来吗 因为电视 是大家团队合作的 是啊 我哪一次也都带这个大团队 但是在这里头 它有一个就是主要把握 整个艺术创作 最后留在荧幕上的那个 最后那个效果 通过摄影机去表现 而写作剧本 很多导演都写作剧本的 关于这个问题 已经是老话题都不谈了 那么这些年 正是因为大家 在很多作品中 你看我这么多作品 大家都已经认可了这一点 觉得你看我最佳的编剧也获过 最佳获过编剧奖 最佳导演奖 最佳摄影奖 最佳剪接奖 是吧 我最佳特技美术 我都获过我们国家级的奖项 那这样会不会太累了 会不会有心理交通 非常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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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喜欢 他非常喜欢 很乐得其中 累也行 反正着急了 我自个儿上 自个儿当摄影师 他自己的一个作品 就像他自己有时候 强到落日 或者强到彩虹 他会很兴奋 他不会认为这是一种负担 这些工作 你比如说 就是他演的 《嘎丹梅林》里头 有一场戏 他和男主角 最后骑着马 在彩虹底下奔跑 草原上的 这在中国电影史中 绝无仅有的一个镜头 我敢说这句话 是经典了 为什么呢 你可以拿电脑 合成一个彩虹 你可以拿那个 或者以前那种 马斯克合成那种 你不可能拿彩虹 和我们的真的男女主角 真的草原 直接拍摄到 因为在那时候 是很难的 因为彩虹经常出现 但是不一定有 设置组正好在那 不一定有 正好这个镜头在那 我们这样的拍摄 你以为是我们 蒙到的吗 不是 是我们设计在那的 这就是我的 首先我自己的知识 我知道这个时候 这场雨 这个角度 这个时间 有可能出现彩虹 我们提前把我们的马 我们的演员 我们的服装 化妆 全部准备好了 把机器都准备好了 在这等着 果然就出来了 为了这个镜头 拍了多长时间呢 十分钟 十分钟 这是 但是彩虹出来 只有15秒 就把它捕捉下来 所以这个东西 我自己去掌握 一个摄组的时候 当摄影机 掌握在我手里的时候 我捕捉的速度 是效率之快 迅速真的 叉直接就开机 搞摄影就知道 是电影机 不是摄像机 开个扭就有 它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一套 上胶片 乱七八糟 一大堆事情 这些效果 包括在战争场面中 各种捕捉 战争的炸点气氛的 一瞬间 我自己捕捉的速度 可以说非常的快 我是一个优秀的摄影师 这已经被我们的专家 和观众都认可认同了的事情 所以在这点 我记得阿斯比尔伯格 也自己掌机拍摄 也经常自己掌机拍摄 有时候是对别人的做法 觉得实在是 觉得不欣赏 自己马上来 错误的 你这个判断绝对是错误的 错误的 不是不相信 和不是不信任别人 每一个摄影师 都有他自己的特点和特长 问题是在于 当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过程时候 会丢掉战机 包括演员的表演 有时候比如这个演员哭了 咔眼泪下来了 或者他拍完这个镜头 我是编剧 我是导演 我深知这个镜头的阻截 下一个应该是另一个镜头 这个时候 我是摄影师的话 我就迅速地把摄影机调过去 转身 啪就把它都捕捉下来 他的演员的表情和感情 是连续的 你知道吗 就像我们电视中的对写一样 这是这样的声音 所以我们中国的业内 它有一种就是说 有两种成分 有一种是惰性 惰性就是靠大家来养着我 大家来哄着我 大家来捧着我 我自己呢 都去占有大家的劳动和智慧 这有大有人在 包括一批演员 对吧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呢 就是很积极的一种 就是说别人能做到的 我也要做到 别人能做到的 我要做得更好 这点我很欣赏 这点很西方话 没错 还有呢就说您做了这个 说升迁过数值 那我就想呢 冯老爷有没有做过演员呢 有 就是在这个此日 而且大家觉得那个太危险了 不止那一步 不止那一步 还做过其他的 首先呢第一 我没有正式做过演员 因为我这个人要演 我一定要给自己写一个 导一个最好的角色 太露面 太自私了 不能这么随随便便 把最好的留给自己 在我的角色里头 串一个什么 张三李四 什么 匪兵甲乙不可以 所以他现在经常做 还不过瘾 做替身演员 也做替身演员 我在替身演员这个里头 我主要不是专门做 我是在我们的摄氏组工作中 由于很艰苦很危险 这种时候 我和我的摄氏组的朋友们 是一个很群体很哥们 兄弟 我们需要有人来做替摄的时候 我们摄氏组的每一个人都去做 里头的日本鬼子被炸飞了 某一个人从山上摔下来了 其实都是我世祖宗 可能是一个副摄影 可能是一个司机 可能是一个美工 经常 那么其中也可能是佛晓宁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很多 你比如说黄河绝炼 有个日本鬼子被打 一头栽到黄河里 那就我自己 那个无所谓 脸黑黑的 也看不清楚 但是要一个人的动作 是 这种动作的时候 我们在雄山沟里头 你找谁去 就自己人来了 这个作风呢 是我一直延续很多年的 其中包括大家知道的子日了 这可能是因为这个电视 当时有很多电视媒体在场 都给录下来了 所以传播到了 这个这个这个全国了 那个是你浑身浇上汽油 就真那么严 那很危险的 如果真的是有点闪蚀团 那怎么办 有两个话题要必须跟你们说的 第一当时社组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的 要去做这个提升 并不是要出风头 因为我们社组有一种风气 就是大家很哥们儿嘛 就是说危险的东西 我来没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经过科学的测算 虽然我们没有高的仪器设备 什么都没有 不像美国拍一个特技场面 非常的说丰富和复杂 我们就是要真的浇上汽油 真的烧 那么那么我们经过仔细的 努力的算法 比如说我用麻袋 是吧 我麻袋浇湿它 那么浇湿它以后 油和水之间它是不溶的 那么油呢 它在表层 那么它不会浸到水下 那么我们这个油在表层烧 那第二呢 我们控制好时间 我像我们做个实验 我提前自己在那个烧 在腿上烧 烧到多长时间 我觉得这个水就被蒸化掉了 那么它就要烧到自己皮肤 就受不了了 那么算了一下 当时算的是15秒左右 那么我就知道这个镜头 控制了15秒 第三个问题呢 我就一定要把它 这个人在里头滚动的时候 一定不能翻过来 翻过来以后 你火在底下往上一烧 你在里头会窒息掉 那么第二呢 你要是 你要在这个 这个火焰始终保持在上面 这样滚动 但是人在里头 麻袋里头蒙着 有时候烧不注意 就掌握不好 所以这点的时候 我说你们都不如我冷静 一定我来 所以呢我自己先说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事情 我是为什么要在子日里头 要做这个提升特技 原因很简单 因为子日里头所表现的这个场面 是日本鬼子在60年前 残杀中国人的一个场面 而这个场面当时是大家国际上都知道的 就是东史郎这个人啊 这个东史郎是一个日本兵 他在这个老年以后写了一个 这个回忆录 他把自己的日记中的一段写到 说我们当年在南京 是怎么屠杀中国人的 其中就有一个场面 说把一个中国人装到一个口袋里头 浇上汽油 活活烧 烧还没烧死的时候 捆上三颗手榴弹 给踢到水里去炸死 那么这个场面 后来呢 当然这个事情大家国际上都知道的 就是说 日本的法院最后起诉东史郎 说东史郎是伪造这个事实 这个东史郎说 我六十年间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是伪造 但是法院就判定他是错的 所以这件事情传到中国内陆的时候 中国很多中国人非常的气愤 包括台湾也有很多的朋友 中国的中国人都非常气愤 就是说 这个事情都是 就表示非常的抗议了 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作为一个导演 我觉得我要把这个事实 恢复在我的电影里头 就是子日这部电影里头 有这个场面 那么我们当时 用那个口袋 那个口袋是东史郎日记里头 标准的那个尺寸口袋 也就是东京法院判定说 这个口袋装不进一个活人 那么我说 我亲自进去 我在里头钻在里头 我看我钻得进去 就我们那个尺寸是标准的 那个日记中记载的尺寸 我装进去了 而且把我们捆在里头 然后浇上旗油烧 然后最后 捆在三个手雷弹 然后推到水塘里炸死 这个过程 我们全部把它 回原于我们的电影事实 所以子日 是把日本 就把这个法西斯主义 当然 这个法西斯 也造成了美国人民的 生痛的伤害 所以这个法西斯 我们把它用电影 钉在历史的赤柱柱上 这个是我的目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拍好这个电影 是 那么大家对您了解的 就是很多的战争题材 而且跟二战有关的 不过最近好像我看到的 网上一个消息说 冯晓宁现在不拍这个 就是战争片了 要拍这个举起手娱乐片了 而且还号称说 如果不把大家请 如果大家进电影院 不笑的话 自己来买票 有这事吗 就是不笑的话退票 是这样 不是您请大家看 这句话说的呢 听起来是大话 是百分之百 现在是百分之百的应验 到现在为止 这部电影在国内上映 没有任何一个人 不仰天大笑而出来 笑得前仰后合的也有 笑得肚子疼的也有 笑得鼻涕眼泪一块流的也有 那么这个电影呢 实际上 也是你的话也不太准的 不是不拍战争片 正相反 这是一个战争片 这也是跟战争有关的 举起手来是一部战争片 也是一部打日本鬼子的片子 之所以这今年拿出来 是什么我们有名的 郭达呀 还有潘长江 还有我们的刘薇 刘薇 主演 那么他们这个电影 实际上我们这个电影呢 就是一个喜剧的战争喜剧片 之所以今天拿出来 就是今年是抗日战争 胜利60周年 也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 在60年前是怎么把一群 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的 是这么一个电影故事 所以呢 在喜剧电影去表现战争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在中国国内几乎是一个空白点 从来很少有人试过 所以呢 我们这一次把这个电影拿出去进行一次尝试 而且获得了很好的成功 在国内呢 现在就是光盘都已经一抢日空 光盘市场都几乎很难买到 光盘就在拼了命的在生产 是 那么这部电影呢 在中央电视台前几天播放的时候 达到了首播就是一亿一千六百万人 八点有七 比那个收视率相当之高 那么 在这个片子中 她作为一个女主演 而且据说她又是稀里糊涂的演员 永远稀里糊涂的 没有 我就发觉 这个 这个女演员 找一个老公是导演 肯定会有很多方面的地方 就直接就上那个主演 不对 不是 不是 那个郭达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我们俩是夫妻 他不知道 然后他见我第一名 他说 他说 导演找你太合适了 他说你真的很适合这个角色 我说是吧 他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合作了三部电影 对 是吧 三部电影呢 其实 每一部都不是因为 我跟她的这种感情关系 而当了男女主角 她这个戏在很多年前已经在构思了 对 那么 你比如说Gatame N 我在开始是 有印象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特别的 我就特别想让他来演这个角色 那么后来我找他 阴阳差错的还偏偏就找到了 因为那时候五年我没有交往了 我不知道他在哪 对 手机都已经换了 结果一找 偏偏就找到他了 也不是怎么急偶然就找到他了 然后一说他 他马上就答应了 偏偏那时候他有档期 他没有上别的片子 然后在影片中拍摄 我就觉得他特别合适 后来到了这个举起手来 虽然那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 但是我们到了举起手来 我就不用说 我觉得这个角色怎么看是他 怎么合适 怎么合适 后来在影片中包括我们的观众 将来我们的美国观众 也会看到这个举起手来 那么大家也会觉得他太合适了 他是那种 你就像刚才那个 他当演员的方式也是 大家并没有觉得 他努力的要想干嘛 他本来是稀里糊涂的 是 那么很多的女演员 为了保持身材 也为了镜头的美丽 结婚了都不要小孩 那刘维妮呢 你有这个 我们这个孩子已经是 现在他生完孩子才八个月 哇 身材都已经恢复得这么好 八个月前你要有一张照片可以看到 我那时候150斤 150斤 我现在只有90多斤 哇 怎么瘦下来的 就自然而然就瘦了 有没有带小孩的照片给我们看看 有 我们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斤 来来看一下 哇 小女孩吗 还小男孩 小女孩 哇 不错 那么未来就是 你们觉得说的是 自己在影异的道路上 或者你最高的就是愿望是什么 想做到什么程度 我吗 他没有 我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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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很快乐的事情 拍片子 拍到哪一部片子 拍成功哪一部片子 或者将来做 你看只要拍 我们包括他 包括我 我们都非常的认真 包括在现场 发脾气都可以 但是真正的这个事情 我们只不过作为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你觉得这个过程很愉快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去陶醉 去享受 它因此带来给你的很多挑战 或者艰难 包括我们 那时间到了 对 真的不好意思 我们的话题已经 等我们说的话 一定要说得很长很长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冯导演 谢谢刘薇 谢谢你们 好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他乡话题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应成功导演了电影《红河谷》 《黄河绝恋》 《嘎达梅林子日》的著名导演冯小宁 今晚做个他乡话题 请您不要错过收看 随着中文被列入美国的SAT考试和AP课程之后 美国的中文教学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门了 今天晚上他乡话题为您请到了 美国SAT考试委员会主席 Kelsey Long Beach的谢天卫教授来到演播室 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国的中文教学现状 请您准时收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他乡话题 我是李红 随着中文被列入了美国的SAT考试和AP课程之后 美国的中文教学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门了 今天呢 他乡话题为您请到了 Kelsey Long Beach亚美研究系的谢天卫教授 他同时呢也是美国中文SAT考试委员会的主席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一起来聊一下美国的中文教学现状 谢教授您好 欢迎您 您好 那您是这个来自Kelsey Long Beach亚美研究系 中文也是被列入这个必修课程的 是的 我们这个系呢是有四个部门 一个呢是亚洲研究 第二个是亚美研究 第三个就是我们中国研究 第四个是日本日语 那么我们中文 中国研究呢是其中的一个部 那么中文课程当然是必修的 还有除此以外 所有的学生 如果他在大学里要念学士学位的话 他也有外语的必修 那么很多人都来选修中文课 那么像在这个全美国 这个比例当中 这个中文呢会被重视的这个层 就是程度是怎样的呢 那就是说那个中文有一点可以说明的 就是在过去几年中间 中文学习中文的学生增加的速度 是比较快的 是最快的 到目前根据那个一些不完全的资料 在全美国现在学习中文的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大学的 二年制的跟四年制的 差不多有三到四万人 第二个层次呢是美国中小学 也就是从那个K to 12 那大概有五万人左右 还有第三个层次呢 那就是周末的中文学校 包括很多很多各个地的 自己那个大陆来的也有 台湾来的也有 那是中文学校 大约有十万人以上 估计有十万人以上 这个是人数就是这么一些 也就是这个中文呢 是越来越被大家重视了 是 那就以您来看 像我们这个海外的华人子弟 应该怎么样子看待这现象 这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吧 这由于随着中国的经济政治 各方面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 所以大家才会来重视你的中文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看到海外很多的这个华人家长 更看待说让孩子把这个学业 把英文学好 有的根本就不送孩子去学中文 那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 如果说一个孩子 他是生长在美国这样环境里边 你不用太担心他的英文 家长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担心你自己孩子的中文 因为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 语言是会丢失的 那如果你不去保持他 那你就很快的就会丢失 特别是当你的孩子 在12岁以前来到美国 在12岁以前来到美国 他进入了美国学校以后 英文学得很快 可是中文也丢得很快 是 那我们看到因为就是有很多的 American board Chinese 就ABC 真的是不会讲中文 就很可惜 但也有一个另外一个现象 看到很多的就是家长 他们送自个儿的孩子 在周末去上各种各样的中文学校 那在海外学习中文 大家就有一个说是学习简体好呢 还是学习繁体 那您怎么看 我觉得简体繁体 这两个都是中华文化的 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没有好坏之分 那个小孩 这完全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家长 或者我们小孩 我们孩子 自己对于那个字体的一种 喜欢或者不喜欢 但是呢 现在还有一个要考虑的 就是在将来 是哪一种字使用的最多 那就是说简体字将来 是使用的多呢 它运用的地方是更加多了呢 还是那个繁体字用的多 那你自己可以做一个选择 在我们学校里面 我们是简繁都有 那学生呢 自由选择 在大学里面 在大学里面 就是说简繁都有 对 那基本上就是说 推崇这个繁体字教学的 这个教师呢 会认为学习简体字会没文化 那也不能这样说 那是一种误解 那个文化跟那个字体本身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因为汉字的简化 文字的简化 是一种发展的一种趋势 大家可以知道 在我们中国最几千年的历史中间 最早的文字 那就是甲骨文 甲骨文现在没有人能看得懂 对不对 如果甲骨文它后来有演变 有经文 有传书 有历书 有楷书 到现在又变成了繁体字 跟简体字之争 这种的一个文字 它总是在变化的 包括语言也总是在变化的 这是一种总的趋势 那你们像是您是美国这个SAT中文考试委员会的主席了 那你们在出题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说的有针对性说简体和繁体现在是两套不同的体系 那怎么样来测试学生这个中文水平的高低呢 在SAT的考题里边是做的比较复杂 而是考虑的比较全面 也就是一个考题它有四个版本 也就是有繁体字 有简体字 还有拼音 还有注音符号 同时列出来 就是学生你会哪一个就用哪一个 是这样子 这就是SAT的处理的方法 那AP呢 AP的情况就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它在语音的部分 就是拼音的部分就不再需要了 它只有文字的部分 现在因为我是SAT 并不知道AP的他们的情况 他们的那个考题的委员会也刚成立 我估计也会考虑这样的问题 不过最后做怎么样的选择呢 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是社会的一个载体 或者是跟着社会的变化 或者人群的变化 它有很多的就是发展了 你像是我们才从大陆来的 或者从香港或者是台湾来的 对很多词汇都已经不同了 我自己有个就是体会 比如说他们说晚安 我们说晚安是good night 就再见了 see bye 可是呢我看到台湾的媒体 比如说他们的新闻会说 各位观众晚安 就晚安就是晚上好 就跟我们大陆的完全不同 是 我相信您这边有很多的例子 也可以在这告诉我们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有很多的例子 这个其实由于双方 有几十年相隔了以后 造成了一种社会的差别 社会的差异 反映在语言上面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社会变体 一种社会变体 其实呢说到社会变体 有各种各样的变体 不光是港台跟大陆的变体 其实在各个行业之间 也有不同的变体 我们就说 很简单的一个 最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港台他们都说 电脑 那大陆呢就用计算机 对不对 这一个是 同样的这个一个词 在两个方面 在海峡的两边 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大家 人民群众也好 老百姓也好 他会觉得 他会逐渐逐渐的 会选择某一种 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的过程 这个没有什么 好不好的差别 这仅仅就是一种差异 这种社会的变体 而且这差异有的时候 这个词语的这个意思 完全都变掉了 是的 您像这个就是感冒 对 说我们大陆人说 我对这个人很感冒 有可能是说 我很喜欢这个人 很欣赏他的 某种做法或作风 可是你要是跟台湾人讲说 我对他很感冒 他就说 哇那你对他一定很讨厌吧 这说这个已经是 风马牛不相及了 而且是 完全是南辕北辙的 还有一个例子 大陆人经常说 这是我爱人 可是这话在台湾 或者香港听起来 这个就觉得 亲人 很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些例子 都是一种社会的变体 的一种表现 这些语言在 由于是大家使用的不同 但是呢 那你们考试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到呢 这方面尽量避免 避免 我们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就是在出考 在SAT出考的时候 很多问题都要注意的 比方说这种两岸的 这种不同的变体 我们就采用比较中性的 还有呢 比较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还是要避免的 比方说 由于男女两性方面的 不能偏于男的 或者女的这一方面 这都是美国的一种标准 美国的一种policy 一种公平的 对 都是采取一种比较公平的 中立的立场 来处理这些问题 是 我们现在为您请到的是 Kelstie Long Beach 雅米研究系的 谢天卫教授 他同时也是 美国中文SAT考试委员会的主席 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是美国的 目前的中文教学现状 先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他乡话题的访谈现场 我是李红 现场为您请到的是 谢天卫教授 在上个单元呢 我们了解了就是说 目前的美国中文的教学现状 而且你们SAT 中文考试委员会 也意识到一些 就是说来自两岸三地 不同地方的对一些语言 已经发生了一些变体了 变化了 你们尽量避免那些 而考一些中性的 是不是 是 那么现在呢 我就很想就是了解说 除了中国人要学习中文 因为我们长的是个黄皮肤 一定要掌握这个语言 不管是移民来到美国 或者是怎么样 那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美国人 也在学习这个中文 那主要大家抱的是什么目的呢 是 这个问题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可能一般的人都以为 因为他们是为了 为了要到中国去做生意 或者他们才来学习语言 其实并不然 有20%到30%的人 是为了家庭的原因 所谓家庭的原因 那就说可能是他的配偶的一方 就是中国人 所以他想学中文 或者说呢 他未来的配偶 也就是现在的男女朋友 是中国人 所以呢 他们就要来想学中文 而对于这些人来说 动力最大 而且就我们说的是 motivation 最好 所以他学习的镜头就最大 第二部分呢 有40%到50%的人呢 是出一种商业的 或者是说我说 我们说就是处于一种 这business的一种原因 他跟中国有某种的联系 有某种的那个交往 对于他也是想来学的 第三种呢 那就是纯粹是有兴趣的 对于中国的文化 或者是文字 或者是法律 或者是宗教等等各方面 这些人 他的动机也非常非常强烈 大部分在我来看 有这么三部分的人 是 那么我们看到 有一些这个大学里边 居然还有中文的这个文凭 就是有bachelor degree 我们有 你们也有 我们就有 我们是中国研究 我们他就是有学士学位 还有很多学校 比方说像在加州的话 Cal State LA 他们也有 还有其他的像 还有其他 还有其他好多一些 UC system里面的 他们也有 他们不光是有学士 而且还有硕士 还有硕士 就是中文研究了 对中文的 或者是中国语言文化 或者等等 那整个四年下来 就是学这个中文的话 那完全是用英文教学呢 还是用中文来学呢 你就要看他的系 是什么样的系 如果他是中国语言文化的 那他就是用中文的 如果说中国研究的呢 除了那个中文的课程以外 还有其他英语的 用英语开设的 中国研究的专题课程 像我们学校属于后者 属于后者 对 就是 这不完全是用中文的 就是到了高级课程 不完全用中文的 全部是有的是用英文的来上的 那么海外的这个中文毕业的 跟国内中文毕业 他们这个水平的话 你们会怎么来衡量呢 我觉得不太一样 不一样 对不太一样 中国的中文的大学的本科的毕业的话 那当然是 那水平就高了 那这里的话 也许要到博士 才能达到这么一个水平 我们知道这个中文被重视 跟我们自己现在 目前中国经济崛起有关系 那此外的话 您觉得就是作为我们一个中文的教授 或者中文背景的教授 在大学里边的推动和呼吁 跟这方面有没有关联呢 应该说也是有关联的 如果说我们大家设想 如果有一个老师 当了某一个州里边 而这个州以前是根本没有中国人的 而他现在出现在这个美国的大学里边 他被招聘了 或者是被招聘了 如果他能够是 对推动中文或者中国文化 是不以余力的话 那么会受到学校的重视 您是不是就这样子呢 那么但其他的 还有很多老师都是这样做的 是这样子 那么现在就是 我们知道现在就是 很多华人家长也意识到了 要重视孩子的这个中文教学 比如上单元我们谈到了说 无论是简体或者是繁体 只要按家长来 给帮孩子来决定就好了 那以您来个儿来看的话 您觉得是学简体好呢 还是繁体好 那个没有一个好跟不好的问题 就是在看你是处在哪里学习 有一个地方 比方说我们在北美 由于北美的孩子来了以后 他的学生的背景 他不完全是大陆来的 所以呢 他们的家长会要求他们学习繁体字 而且在北美的很多媒体 包括华文的报纸 都是用繁体字的 所以我们是从繁开始 然后过渡到简 就这样来过渡 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是 但是在美国也有很多大陆来的中文学校 已经办了很多了中文学校 那么在这里面就学简体词 这我觉得没有关系 从哪一个着手都不是一个问题 是 那就是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 就是意识到这样一个现象 如果在中国的话 你学五年的这个中文 就是小学的五年级的中文 基本上你来美国应付这个 什么AP啊 还有什么SED考试 完全都没有问题了 可是很多海外的这些华人子弟 他们甚至学了十几年 可是还不能运用自如 这是什么现象呢 这是因为语言的环境的问题 比方说在中国 它是一种是 它本身它已经会说中文了 它是一个native 我们就说native speaker 这时候它学中国的文字 它学五年 它能够掌握当然可以 可是到了这里以后 它的环境就不一样 它的在平时 它上课的时候 全部都用的是英文 也许是你的家里 一个环境 父母是说中文的 可是他谈到学校里 学校里面的事情 他就不会用中文谈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家长 根本就没有跟孩子 用中文谈过这些问题 所以无论是你的外面的环境 好还是不好 很关键的一条是家庭 家庭里面必须创造一个 学习中文 说中文的环境 这个对孩子是最主要的 没错 所以说这些孩子 不是没有在学 学了 他学了 只是说的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语言环境 还是英文的原环境 不是中文的 所以针对这些孩子 要特别的注意 这个学习的方法 对 比如说以您来看的话 就是应该大家 要特别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很多家长 以为学中文 就是学认字 其实不然 在美国的小孩子 你要叫他是提高中文的水平 同时 首先要提高他的口语的能力 要他会说 他要会谈论 不是他只会谈一些家庭里面的问题 如果他只会说家里的话 那我们说他会说的 只是一种Kitchen Chinese 那是厨房里面谈的而已 那么他就不能讨论社会上的 文化上的生意层的东西 所以家长呢 应该注意 在不断地在提高孩子的 说话的能力的时候 也要注意他引导他来讨论一些社会上的事情 来讨论一些文化上面的事情 然后呢 要培养学生 培养孩子阅读的能力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写字上面 因为汉字的书写 是一个的确是比较难的 对于在海外的孩子来说 写汉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往往有的孩子到中文学校去了以后 他不愿意去 就是因为写汉字写的太多 就是我们的老师 就是应该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 特别是讲故事 讲故事 唱歌 看电视 看电影 这些方法来提高孩子的口语的能力 同时呢 要给他多一些有趣的课外阅读 所以在发展听说跟阅读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了 那么以您来看的话 比如说很多小朋友开始学中文的话 他们比如说不管是学助音呀 还是汉语拼音啦 这个是不是对海外的孩子们很适用呢 或者是您认为 就是您提倡大家应该怎么样开始来学习中文 我觉得学习对于海外的孩子而言 不是对所有的人来说 如果他家里已经会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从提高说话 刚才已经说了 从提高说话能力 然后认字开始 不要太早的介入拼音 或者是注音字母什么的 就是直接从汉字 直接是认字 多认些字 如果他认字认得多了 认他三千字 他看到字都会念了 他自然有一种成就感 然后我们再把拼音再加上去 那么今后他更难的字 他可以通过拼音来学习 其实大家想一下 我们自己不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我们以前学中文的话 也是不是先学了拼音 才来学说话的 我们是先会说话 先会在小学 先会认字 然后到了中学里面 我们再开始学习汉语拼音的 不是 那就是我的时代 那现在小学时代 就是阿欧欧博普莫佛就开始了 对不对 但是他的一个先学条件 他就是已经会说话了 是 一定会 那对于海外的一些家长 如果想为孩子们 找一些这个学习资料呀 或者是想给孩子 加强这个中文的教学 作为这个 您这方面的 一个是大学方面的教授 另外是美国中文SCT考试院的主席的话 您有什么提供些什么资料 可以给大家 或者资源的 大家怎么去找这些资料呢 是的 这些资源现在很多 在洛杉矶地区 在我们地区 有现在最新 有开了一个书园广场 他们来了很多 他们那边到了很多 中港台的书籍 在这里面可以找到很多小孩子 学习中文的 是免费的吗 不是免费 但是它的价格很便宜 它是按照中国的价钱来算的 那么另外呢 现在要多多利用电脑网络 多多电脑网络了 你可以用Google 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 来进行search 你只要打学中文 或者是learn chinese 都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资料 另外我本人 在过去的几年中间 一直致力这方面的工作 就是收集网上 所有学中文的资源 所以建立一个网站 就是网上学中文的网站 那个就是它的地址呢 是三个w 然后是.csulb.edu 还有slash 后面一个波浪号 txie 再一个slash 有online.htm 通过这个网站呢 就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 网上的资源 真的非常好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说谢教授 能够在这个中文教学 能够在海外 被大家这么重视 就跟您这些 辛辛苦 就是在第一线的 这个中文的教授 有很大的关系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他乡话题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同学再见 祝您晚安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他乡话题 我是李红 什么是名媛淑女呢 我个人理解呢 他一定是外表漂亮 内心充实 有气质 而且有修养 有内涵 受过系统的艺术训练 不是出生名门 就是嫁入豪门 今天我们他乡话题的 节目现场 就为您请到了 被誉作香港民园的张天爱 欢迎您Flora 你好 Define how are you 你好 你好 经常在这个报刊上看到 您被称作说 香港民园 您对这样的称呼 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开始那个时候 有一点就感觉 哎呀 我做了那么多事情 为什么他们总体感觉很像 明媛对我来说 很像什么都不做的 一个豪华的太太 或者美女 或者什么 但是后来我就感觉 哎呀接受吧 这个就是香港的一个态度 做人生生活的态度 我自己理解 他们称作您叫明媛 并不是因为您是一个什么 好像什么都不做的太太 大家对你的称呼 是有很多爱戴的 好像是一种很可爱的称呼 因为您本身来讲是 服装设计师 演员 导演 而且是受过系统的 英国的皇家芭蕾 五十年的训练 所以说我觉得 他还是肯定了 你的专业方面的 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 是喜欢别人叫我们 是艺术家 不是一个文化人 还是演出演员 还是什么东西 但是其实感觉 后来都没有没有办法了 就是这样了 到现在还是这样叫我 他还是香港名媛 因为我们的题目说 哇今天我们采访到的 香港名媛张天爱 对那么最近的这个十年 其实有一个就是名字 一直跟您连在一起 就是说因为就是林青霞 她是一个大明星了 那她呢是嫁给了您的前夫 行李员行先生 这我们就会想了 您缘分可以享受 这个悠闲的上哪的生活吗 您当时为什么放弃了呢 我说做什么成功的事情 都是应该是从一个 天使地利人和的一个方便去看 才完美我感觉 是应该表面说呢 就是已经比较最重要的东西 应该是很配合 就是心理员跟我都是一个 有一点成功了 有一种时间的配合 有应该两个都应该结婚了 怎么应该天使地利人和 其很像有几个东西挺配的 但是有一个东西很不配 就是我的背景是受了很严格的训练 已经为艺术已经投入 很像结了婚了 对艺术跟我已经分不开 所以对她来说呢 就应该砍掉 你应该去做好太太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有一点 很像是不是可以放弃 我自己一生的生癌 还是我的艺术呢 她要求呢 就是起码我要陪着她去做事 她不要我放弃 但是我是一个发酵友 我是艺术服装文化发酵友 我要想梦想太多太多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还是选择 要不可以做一个好太太 就应该离开 因为传统中国人的爱情 跟投入一个婚姻呢 应该是为老公牺牲 一切 但是我就不可能 不可能这样 所以就很不好意思 其实因为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那么提到您受的艺术训练呢 要提到您的出生背景 就是您的父亲和母亲 都很重视对您的教育 对不对 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的父亲和母亲 这方面的情形好不好 我爸爸是一个 在南美洲大的一个中国人 但是去了哈佛大学 又读了很多政治界 他是后来变了一个香港的政治家 完了我呢 妈妈呢 就是从北京 又是一个文化人 他是唱女高音的 歌剧的 唱歌剧的 女高音 后来去了意大利 学了意大利文 唱Italian Opera 意大利Opera的一个女高音 后来又演出 在不同的国家 后来就真的变了 一个国际的一个中国人 很早那个时候 跟我爸爸结婚 完了 就可以说 他们两个配合呢 就给我们孩子 我有两个哥哥 一个姐姐 我们四个孩子 就变了很 我感觉挺平衡的 一个发展 读书呢 又有文化呢 又看社会的改变呢 又去旅游 从小已经有这样的方面的 发展机会 就给我们一个 其实挺贪心的一个 什么 出发点 所以我们现在 做什么东西 都要满天在空中 飞来飞去旅游 去做事 去又要读书 又要办 漂亮 就是贪心一点 这不是贪心了 是有追求 就是说 太多追求 有很多的目标 在去努力 那么您几岁的时候 去学习这个芭蕾舞的呢 去英国是九岁 九岁 一学就学了十年 是 但中间又去了 去过法国 读了半年 去德国 完了去苏联 Kirov 芭蕾舞学上 完了又回中国 回香港这样的 所以其实已经是一个国际化 很早已经国际化了 是是是 那您就是 当时什么原因让您很早 那走进了婚姻的呢 因为我从小到 这个王家芭蕾舞学上呢 是一个住在住属的 所以后来就感觉 没有一个家庭的生活 很温暖的生活 这个又是一个矛盾 因为对一个孩子来说 他是很像我们出兵一样 天天起来就这样的 读很多很多科 完了要一定要发表 我们最好就是 一早上舞台演出 所以已经很像 一路读书 一路上 已经要表演了 对我来说就没有家里的温暖 所以后来想早一点结婚 早一点有男朋友 早一点有老公 但是那个时候很瘦 没有男孩子喜欢 男孩子都喜欢 哎呀很胖啊 很抱抱舒舒服服的美女 可是现在好像大家就喜欢瘦啊 越瘦越好 越有骨感 现在才是这样 但是那个时候 感觉很难找男孩子 因为男孩子那个时候 跳巴黎舞 都不太喜欢女孩子的 所以那个时候 就慢慢出来社会 学不同的东西 才慢慢找到男朋友 但是那个时候 一点都不知道 怎么找男朋友 找到一个男孩子 喜欢你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喜欢你 好了好了好了 就结婚吧 所以很早 可是妈妈一般都不赞成女儿 早结婚 那你妈妈当时没有 就是说 劝你不要早婚吗 其实我第一次要结婚 那个时候 我很不好 就是妈妈有癌症 已经死掉了 所以她什么不喜欢 我都不知道 没人告诉我 爸爸又感觉 哎呀一个小女孩要结婚 男孩子挺不错的 就结婚吧 她也管不了我们 她是一个政治家 总天都不在家里 我们是阿姨看到的 所以没人管了 那个时候 是是是 所以说也可以说 妈妈早逝 其实也促使您 就是很早地走入婚姻 但是我觉得您是个 不受婚姻束缚的一个女性 因为你有很多的梦想 你不要做这个隆重的小鸟 你要飞出去 因为你有太多的才华 要施展了 服装的舞台的 然后荧幕的 太多太多了 现在为您访问到的是 被称作香港名媛的张天爱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 他乡话题的访谈现场 我是李红 现场为您请到的是 香港名媛张天爱 她本人是服装设计师 导演演员 还有什么 没有了好老婆 好妈妈 OK 还是一个 是先生的好太太 然后女儿的好妈妈 那么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 基本上我们非常含蓄 很排斥谈论这个婚姻 特别是离婚或怎么样 可是您那是个例外 那么我知道您现在已经是 走入第四次的婚姻 是 丝毫没有影响到大家 对你的关爱和欣赏 为什么 因为我很坦白 很坦白地跟他们说清楚 我的心理状态 其实很可怜我 因为是我觉得 传统的妇女 很不容易可以出来读书 完了 经过历史的改变 就是女人可以出来做事 完了就可以有一点平衡 以前的概念跟我 其实是没有一种关系 因为我是从小 在南美洲大 在香港读书 完了去了英国 英国那时候 九岁已经受了军 军们的训练 给我一个很想 没有家可以回 你其实住在学上 你已经为了王家巴黎舞学院 跟舞台他们的 王家巴黎舞团 去以后演出的 你就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 倦业的训练家 训练学生 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不是什么结婚伤孩子 所以那个时候 我一点的这个修养 一点的这样的方案 看东西都没有 所以呢 我感觉观众在香港 或者是国外 都感觉 其实我不是 不喜欢这个去那个 我是为了 我本身的一条路 不可以走开 就回家一会儿 真的很开心 有一个男孩子 可以喜欢我 我跟他结婚 但是留不住 因为要回到我的路上 去做我的艺术 所以是 那每一次这样的 就是说的分手 或怎么样的 会不会很难过呢 可以说我从小 已经给我的一个 很重的一种 很像种子 你一棵树 种了很深的子 这个你的roots 你就不可以离开 我其实是对我的 文化艺术生涯 已经过分了 很像洗脑一样 已经投入进去了 这个是我一个 我的家 我的一个艺术 很像我的老公 第一个老公了 所以离开呢 我可以说是 没有对我太大的 一种影响 因为我不可以 离开我的家 就是我的艺术 人生 去一个地方 好像家庭 如果你走入家庭的话 你的艺术的追求 就有可能就此中断 因为你的先生 也许不支持你 不理解 他觉得你有吃 有喝 穿得漂亮 你不需要 这么拼命 可是这不是你的全部 你是希望 把自己的才华 艺术才华展现出来 有施展的天地 是这样子吗 其实你说的很对 台湾总体感觉 我给你一个很大的房子 很多衣服 很多机会 给你出去玩 但是对我来说 玩就是浪费时间 坐在那边 不做事 又是浪费时间 我也不需要 穿得那么多衣服 因为我自己 也可以设计 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是对我来说 吃吃走走 舒舒服服 对我来说是 我不赞成的 我对我女儿 我都不赞成 她去吃吃喝喝 去浪费时间的 所以对我来说是 其实是 我在学校 我的老师说 吃蛋糕是 我说就是毒 毒药 不做事 又是毒药 什么都是毒药 所以我们已经 给艺术洗脑了 所以我结婚呢 很像很多毒啊 可是你看 这个社会 有个怪现象 就是一个成功的男士呢 她的背后呢 一定有个 很贤惠的一个妻子 可是一个成功的女性 她们就很难 就是拥有一个 幸福的家庭 有的人甚至终生 都不婚的 就不要结婚的 那你怎么看待 这两种 就是矛盾呢 或者现象 现在呢 其实是很大矛盾 大家都要面对 这个矛盾 因为男孩子 必须要回到一个 很像充电的一个家里 里面有一个 很温暖的 给他支持一个 老婆跟一个家庭 但是我呢 怎么说呢 就现在面对 反正改不了了 就是要找一个男人 不需要这样的东西的 所以我现在就 才找到我 第一个 我从小 一块跳芭蕾舞的 一个男孩子 跟我一块去演 演电影的 一个男孩子 就是我老公 王胜德 因为他不需要 英文名字叫 Russell Wong 他在好联屋 很有名嘛 所以他呢 就不需要 我做一个 什么小鸟啊 跟着他 或者跟他 去跟着他 作为去 做他的 电影的 一个career 所以我现在 有空间 他很支持我 去做一些事情 为了社会 为了我的艺术 为了学生啊 怎么都可以 他很开放 就是关键是 你们两个 就是志同道合 从小受训练在一起 然后后来 都是从事 艺术工作的 所以他完全理解 你想要什么 还有我们 有共同的目标 所以很重要 那你们两个 共同的目标 是什么 不要宅伤孩子 不是 要训练 要培养 很多很多孩子 去做这个 文化艺术 电影的 一个行业 所以目前 你们在这个 美国 好莱坞 就是准备 做这样一件事情 是想做一个 哈利物的学校 好 那我们知道 您的女儿呢 曾经是跟您的前夫 行李员先生 还有林青霞 住在一起吗 那现在女儿的状况 怎么样了 女儿跟我住了 现在 回到美国来了 所以回到妈妈怀抱了 我是在美国 上他的 在三藩市 完了就离开 我们带他去香港 但是后来他都 连香港都不太喜欢 他就喜欢去中国 他去北京 读了三年书 我叫他自己去 自己学 曾经的标准国语 普通话 普通话 所以他现在流利过 他说 哎呀 你的国语 不太好 因为你从小 你的first language 是广东话 然后从小就去 受这个南美洲 南美洲 英文 英文 意大利文 法文 都会吗 所以这七年 才学我的国语 中文 那您看您的角色 有多少是妈妈 太太 同时呢 也是这个 服装设计师 导演 还是一个 未来演艺学校的校长 所有这么多的 这个角色中 您觉得哪种角色 最难扮演 我觉得 如果是 一个 你早的那个 你的老公 是一个很好的 很成熟 还有很认识 真的你的一个 没有要求的一个 一个老公呢 这个呢 对我来说 是一个 我的充电机 但是同时 又是最难 保留的一个 位置 可以说 因为爱情 这个东西 是美满 需要太多 太多东西了 你的脑子 你的沟通 要怎么样 跟着它变 它要跟着你变 要外面的 你自己家里的影响 要一块变 完了又要保持美 因为老公老婆 都要不可以说 就是啊 我嫁了你了 甚至变了王面婆 不可以 还有就是 我们情感的方面 大家 社会是不是有影响 你的情绪啊 怎么 还有 面对 她也是一个 观众 有那么喜欢的男 我也是一个 在社会里 有一些 我要在做的事情 昨天要出去 见 交流啊 什么 可以说是 交际 所以说 你觉得是做这个 做一个好太太 是最难扮演的 最难的 因为你的女儿 也可以原谅你 做什么 你的职业的话 只要投入了 就会有回报 可是作为跟这个 就是先生相处呢 是最难的 因为没有学过嘛 我们读书 都是要出来 找一个工作 做工作 我做别的 都是一个工作 艺术 我怎么爱 都是一个 食物 你怎么去做 你停 它又没有影响 但是一个人跟人呢 是两个 永远变变变变的 每一分钟都变的 一个 两个独立 独立 所以做一个 有头脑的女性 也不能随意的妥协 和只是说 太软弱 对不对 是这样子吗 要变 天使地利 然后天天都是 要看她怎么样 你才怎么样 反应过来 在哪里 去做什么东西 所以都是一些 就是要永远 要跟着 时段 就不断地变化 一起进步 一起成长 可以这么讲 那我知道 您走了世界上 许多的国家 那么这样一圈下来之后 你最喜欢什么地方 其实是不同时段 做不同的事情 从小呢 我挺喜欢 跟着妈妈爸爸去 非洲啊 南美洲啊 美国 每一个地方去看看 但是读书 我觉得在亚洲 是挺不错的 不管你是日本 韩国啊 中国 现在对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基本功 你打好你的国语 第一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带我的女儿去 完了 我到十几二十岁 那个时候 去英国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修修我们的修养啊 怎么 please good afternoon 有很多 很多这样的礼 对一个女人是特别好 那美国给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后来才去中国做事 就学了中国一套 哇 那么重的几千年的文化 完了才来美国 美国才是这几年 那个时候呢 一早来了 我就很快很闷的 但是呢 现在已经在中国十年 其实挺累的 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不同 从北京 上海 人呢 都是很 不一样 又挺 复杂 所以我现在来美国 就刚刚好 因为 累了 所以来休息 休息 来美国 我觉得很轻 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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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自己觉得好 谢监短 你觉得是美国是最好的 有您爱的人 有女儿 享受着爱情 亲情 还有自己的事业方面的追求 还有就是最重要是 学他们这个media 他们发出去的 这是很简单 很会 很会做media 在美国 我觉得 OK 好的 非常感谢您 今天来到我们的 演播室现场 我们讲了很多很多 其实 我感觉就是 张天爱 Flora Zhang 她是一位 魅力十足的女性 很多人用 香港名媛形容她 也用千面女郎形容她 我觉得她真是很成功 很优秀 谢谢您 谢谢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祝您晚安 张天爱 一个用美丽 无法诠释 用漂亮 无法涵盖的女人 她与时尚相伴 引领时尚的潮流 永远走在时尚的前端 今天晚上 他乡话题 为您专访到的是 香港名媛张天爱 请您不要错过收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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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